行动党议员上个月30号到霹雳华都雅野 明万新村派发物资的时候 传出怀疑有确诊的村民到场引起了恐慌 由于担心爆发感染群 导致当地的商贩生意大受影响 明万新村的前村长今天就陪同确诊村民的家属 还有商贩来召开记者会澄清 当天怀疑自己确诊的村民 其实一早就已经入院去等待检测报告 根本就没有出席物资派发的活动 他们促请当时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向媒体来发放不实消息的马华县议员梁志伟 立刻的向村民道歉 你是为了一个现议员 你应该是禁止假新闻 不是制造假新闻 所以你造成我们本村那种恐慌 真的是不应该 说到整个巴塞没有人到哦 粉仔都没有人卖哦 确诊者的表妹就说 派发物资当天表哥是因为呼吸困难入院 后来也证实确诊 当时院方也敦促家人居家隔离不要出门 因此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到过物资派发的现场 目前确诊的表哥是已经康复出院三天了 他坦言这起乌龙事件 确实让他们一家饱受精神压力 这两个星期外地人都不敢进来 村子里的商贩生意是一落千丈 各个怨声载道